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一个视频 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两岁小男孩在众人面前 用自己稚嫩的日文说了一句加油 可以说这个视频一出就谋划了众多女观众 纷纷表示想要拥有同款孩子 这个孩子他叫做藤尖斋 他的家族是日本有名的歌舞及名门高丽乌 当爷爷第一次带着他公开亮相时 那软萌的外表和声音就已经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就算是坐在台上不经意间打了个哈欠 大家也都觉得好可爱 可以说他就是全场的焦点 也至于后来日本电视台特意花了十年时间 给他拍了一部纪录片 可以说从他的儿童时期到青少年都被记录下来 而且很难能可贵的是 这个孩子从享受到长大基本上是等比例长大 没眼见的帅气根本挡不住 也可以说他很好地解释了什么叫一眼万年 转向俊美的他瞬间成为了家族名片 而且在亚洲的美男榜上他也挤身在前排 如果单看的话他一声迷人的眼睛就会让人陷进去 然后再加上他精致的五官 这样的颜值简直用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 可能因为身上本就自带一些古典气质 又再次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腾尖斋可以说承戴着三代人的压力 再换句话说他的出身就是使命 他背负了整个家族的荣誉 毕竟家族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在他的代理下 变得更加繁荣起来 歌舞技在日本是一种特殊戏剧 每天要表演的人都会很隆重地装扮自己一番 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只传男生不传女生 所以在遇到一些女性角色的时候 需要男生进行反传 作为这个行业的人一般颜值都高 就拿藤尖斋的爸爸和爷爷来说 虽然早已经过得最帅气的时候 但五官依旧耐看 身形依旧挺拔 当有演出的时候也依旧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 至于社会地位那就更是没得说 大家都会尊重这个职业的所有人 至于能高到哪种程度可以这么说 除了日本皇室外就剩下他们社会地位高 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日本女性 都会想嫁给这样的演员 藤尖斋作为唯一的家族继承人 可能是因为天赋又或者是因为家庭熏陶 在他年龄还很小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狮子长毛甩起来 除了社会地位高 藤尖斋还是个很乖巧的孩子 因此一时之间大家都在讨论应该怎么嫁给他 拥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 竟然是需要拿一些东西来交换的 比如到藤尖斋这一代 因为只有他一个孩子的缘故 他就必须牺牲掉自己快乐的童年 然后开始学习各种礼仪 竟然会先从坐姿和走路开始学起 礼仪的每一步都必须严格执行 但凡有发现做错或者是不好的地方 就会接受到爷爷和爸爸的眼神杀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下 藤尖斋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于是在还不到六岁时 就开始和自己爸爸学习狮子舞 在练习过程中 因为狮子舞比较重 所以藤尖斋总会因为重心不稳而摔倒 因此他总是会在练习的时候出洋响 也就早早造就了 即便小小年龄他都不会轻易放弃 因为在他心里非常的清楚 这是他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如果不努力一点的话 这个存在三百多年家族就会隐落 练习狮子舞其实还是有点不容易的 因为藤尖斋在每次练习完之后都会受伤 可受过伤后的他基本上都不会含苦含泪 只有待到训练结束后 他才敢委屈地掉几滴眼泪 可以说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在练习过几年后 他的颜值不仅仅等比例放大 而且家族擅长的狮子舞 他也能够完美表演 不得不说藤尖斋是成功的 因为他的优秀表演 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这项表演 这对藤尖斋的爸爸来说是一种无欣慰 毕竟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愿意看这种古老表演的人做事不多了 但能通过他们的努力 呈现让大家开始喜欢 那真的是一件值得清醒的事情 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定律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长得漂亮精致 那长大后就会有瑕疵 如果小时候比较丑 长大以后一定会颜值变高 但这样的说法在藤尖斋身上是不存在的 长成少年他依旧可以收回一大批名媚 而且还会梦想着要嫁给他 可是嫁给他真就是理想这种生活吗 其实并不是的 因为他所在家族是名门望族 所以对于血统这一方面会特别看重 尤其第一要注重的就是门当户队 而且还要有高颜值 也就是说 就算结婚对象是名媛 如果颜值不达标 还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媳妇 毕竟要保证下一代颜值的好坏 然后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必须要生出儿子 藤尖斋的母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当初两个家族选择在一起的时候 本就不是为了爱情 只是双方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此在藤尖斋母亲嫁过来之后 就彻底变成了父亲的保姆 根本不会有自己的时间 甚至还要大早上起来为大家准备早饭 至于想要为家里请个保姆 更是不允许的事情 就必须是作为女主人的她来操持这些事情 所以说女主人在这个家里要承担的更多一些 基本上大大小的所有事情都要自己亲力亲为 主要是很辛苦没错了 现在藤尖斋已经17岁了 有部分往我开始吐槽 她开始发福 并且再也看不到小时候的影子了 但是喜欢藤尖斋的粉丝们 却说仅仅是化妆式的问题 关于颜值下降 这一说藤尖斋本人也没有做出过回应 可能她本人也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吧 其实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可否认 那个两岁时候的她真的好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